大家好,我是家,看一下今天到貨的這個籤筒 顧客上是有要求,就是說要打洞 不管我們都有打洞 然後呢,其實呢,這個部分呢 這個設計的部分呢,其實是我們船釣在用 就是說,我們的任何的釣法 其實不管收縣、種魚 一定要先把籤固定好 所以呢,我們會往往會鎖在 我們的海衣的最外面這一顆 因為我們其實呢,很多的娛樂船啊 他們都有那個吸扣的部分 就是船上已經有給你固定做了 你只要帶海音的上座去就可以了 來,這顆螺絲拍一下 這顆螺絲故意做這種大螺帽就是給你好拆 為什麼好拆,有時候我們鎖緊之後 這個角度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調整以外呢 我這邊鎖緊之後,如果說真的打不開 我的一隻剪刀插進去一轉就開了 OK,我們來測試它的撞擊力道 我要麻煩按一下 我們來撞擊看看,看它會不會破 如果會破的話 一貫穿它就會貫穿了 但其實呢,我們放籤啊 根本就不用這麼大力 有時候拿到籤,我們是這樣做這個動作而已 如果說這個角度你可以去調整 你適合喜歡的角度 我們其實只要種魚或是收縣 這個籤一拿到 或是跟人家殘縣一拿到 我們就把它放進來,這樣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這個,只要380塊 有喜歡,趕快訂 反正現在在預購中 也在生產中 會有供不應求的問題 那我希望 我相信美好的事物都要等待 各位老闆 OK 這個籤筒我剛才忘記介紹到 這個毛邊的部分啊 我們祭司都剪得非常漂亮 不會割手,也不會割線 我稍微出點力 我稍微轉一下 OK 如果會受傷,好就受傷 這邊呢,我們祭司花了有點時間去磨它的邊角 OK 都沒有流血,都沒有受傷 這個影片補充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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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